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短篇完结之山雨 一身搞素,路易静静地端坐在书桌前 远处的祠堂隐隐传来婆子与家丁的哭声 她像是被这哭声惊动,眼神闪动,侧耳去听 今日是路婷的头期,她本该守灵,却坐在这里 不忠不义不孝,她已经站了一个 桌前只有一只白烛 烛火太亮了,刺得她眼睛疼,生生滴出泪来 路易用手帕把泪擦去,粗大不平的针脚刮得她眼角发红 她因此忍不住笑了,低下头,就着烛光 轻轻摸缩那些杂乱的金线 全天下只有一块这样的手帕 丝线密密扎扎,层层叠叠 成一个字,她多怕这个字破碎啊 想把这个字牢牢地拴在她的心肩上 这个字是她心底最柔软的地方,又是插在这上面的一柄尖刀 不忠不义不孝,她已站两个 她真想忘记那双失望的眼睛 却又舍不得忘记 路易深深叹息,将这块手帕收起来 面前的两杯茶凉了 碧绿的茶叶无力地在水中舒展 无声地沉在杯底,路易唤了一声 她知道,阿福一直等在门外,层服 再添一些茶,你便歇下吧 层服一言照做 她不多嘴,担忧,从双眼中透露出来 大人,已经三更天了 路易不接话,只是看了看层服 松开紧皱的眉头 安福似地说道 我不爱多话,连着你也成了个闷葫芦 阿福,从今以后,你要机灵些 将来莫要吃亏 语焉不详,层服失手碰翻了茶盏 大人这是什么意思 切不可做傻事啊 路易替层服服住了茶杯 茶水滚烫,她的指尖瞬间就红了 但她浑然不觉 瞧着层服渲染玉气的模样 疲倦却安宁地笑了 慌什么 层服还想开口 但路易抬手,她只好尽声 耳力是锦衣卫的傍身之计 路易已听见管家打开侧门的声音 她等的人来了 路易安坐 烛火在她的面庞上映出光明与阴影 合上眼睛 脑海中电光火时地闪过父亲的面庞 母亲的葱子 笼罩在江南焰火下的姑娘 他们转头向她招手 然后在灯火阑珊中就这样失散了 她睁开眼 正经微坐 坚定而平和地说 这不叫傻事 只是必须做的事 路易等的是时任行科己事中 陈赞 陈赞并未见过路易 惊讶之余 又是话外有话 我早知道陆大人有个好儿子 想不到名声在外的陆千世 不过是个弱贯青年 官场臣服数年 不会听不出各种讥讽 但陆一不以为意 单刀直入 陈大人 此次请您登门 是因为陆某得知您意欲奏上奏 为过去因直言尽见而被罢免的官员平反 陈赞内心一惊 此事他连徐静徐次福也未告知 他面沉如水 历声道 不愧是锦衣卫 当真没有听不去的墙角 路易宠辱不惊 起身一败 并不理会眼前人的偏见 直言道 陈大人 此事没有我相助 您没有胜算 徐次福生性谨慎 必不会赞同陈大人的做法 路某不才 却愿意助您一臂之力 陈赞横眉冷对 轻哼一声 你父亲心丧 我与他终究同朝为臣 不便议论什么 可有些事 你为人子 不会不知 路易神色一动 抱拳的双手轻轻一颤 他微微汗手 不卑不亢道 晚辈知晓 陈赞瞧着这厚生小子 和他父亲一样隐忍 却又有几分不同 一时摸不透 路易的想法 只警惕地静观其变 路易反问道 家父心丧 我本应借官守孝 却由皇上起父 您可知缘由 陈赞已有所耳闻 却不知为何此时提及 便不发一言 路易知道陈赞的戒备 静止解释道 皇上命我彻查朝廷官员 通窝谋逆 清查言是翻之于党 然而经中无人 不以为我路言两家交好 皇上此举 岂能是以为我刚正不阿 陈赞顿时了然 不禁震惊地 看着眼前这位 身着丧服的年轻人 他消瘦苍白 却挺拔如松 坦坦荡荡地向他 诉说着自己的命运 皇上多疑 对严家心生厌恶 自然不会对路家善罢甘休 更何况 皇上与严松上念平素之交 与这路亭的儿子 却没有情意 处置起来 不会有任何顾虑 陆毅见到陈赞的神色 便知他懂了 整理衣冠 稳稳坐下 只看向陈赞眼底 可见留给我的时间 已然不多了 如此气度 若能用在正途 这年轻人 一定不同凡响 陈赞虽赞叹 但仍理智 只冷冷地说 陆千世莫不是要我 为你路家求情吧 陆毅低眉 摇了摇头 竟然笑了 陆言两家 一损俱损 这已是板上钉钉的事 我岂可逆势而行 既然如此 陆某当为大业捐躯 他顿手道 陈大人 我确实要上书求情 不为陆家 而是夏家 陈赞真正震惊了 瞠目结舌 一时说不出话来 陆毅淡然对视 为他解释道 我为夏家奏景平反 原因有三 其一 夏家却有冤屈 其二 陆家有愧于夏家 陆毅新知 这事得须他铁石心肠的时刻 可如何忍住不想呢 父子之间 再也无法和解地争执 父亲临终前 那一句身不由己的叹息 还有女孩的眼泪 握不住的手 和他永远无法点燃的 一双金凤火烛 他曾看过红烛的火光 倒映在他的眼睛里 可那时他双眼含泪 哭得梨花带雨 他曾暗暗发誓 再不叫这一双眼睛落泪 若是一双红烛 映在他的笑眼里 一定叫他挪不开眼睛 好在他的娘亲 为他寻过百八十个 相亲的良人呢 将来总会有更好的人 为他点燃花烛的 眨眼间 陆毅已经脸去神色中的 眷恋怅然 这一步兵行险着 非要陈赞的配合不可 此刻不由得他心生动摇 陆毅紧盯着陈赞 既不落下风 又十足千功 郑重地继续刚才的话 接下来才是今晚 这场谈话的官窍 其三 陈大人想必也知道 徐次府一直想入西院植卢 却苦于皇上忌惮 迟迟不得 今次 徐次府抨击朝野杨凤因为 不中亡言 深得圣心 正是大好机会 若你我二人此时一同上书 承则大明朝中臣昭雪 拜则徐大人 可借我们的奏本 争取在得圣上垂青 此举确实不失为一部妙棋 可实在凶险 实在非狠辣决绝之辈不能想 不知不觉间 陈赞额头已是一层薄汉 他再一次认识到 与他打交道的 是一位叫人闻风丧胆的锦衣卫 陈赞有些拿不定主意 此谋不能失算 陆毅心如磐石 再无他想 只有平静 因此 陈大人须得等到我上奏位 下燃翻案之后再行动 到时圣言必然大怒 大人方可禁言 为冤欲平反 为何 陈赞心中早已纷乱 来不及思考 陆毅的语气 几乎是事不关己的 不像建议 倒像是在冷静的叙述一件 已经发生的事 陈大人禁言时 要谈劾陆家 在下燃岸中作梗 欺上瞒下 而皇上最恨受人蒙蔽 于怒未平 那简直可能方大一些 陆毅猛的抬眼 直盯着心神不宁的陈赞 即便如此 陈大人 你全身而退的 可能也不足三成 这是一步极凶险的棋 所以他找来了舍身忘死 抑郁死见的陈赞 至于他自己 陆毅的拳头 正在微微站立 像是用力的一把 握住他的命运 他站在一道悬崖前 但从来不是坐以待毙的人 府邸抽薪 阁下意下如何 今夜 陆毅第一次听起来 像个锋芒壁线的 年轻锦衣卫 连陈赞也被震得 不由退了半步 陈大人堪堪站稳 看着年轻人平静的神色 不似有假 不由对陆毅刮目相看 又不免为 他那走向绝路的前程 感到惋惜 陈赞叹了一口气 我已年过半百 到了知天命的年纪 但你可要想好 线下虽然如履薄冰 你不动 却尚可祈求一丝转环 若你处此逆临 不仅自身难保 令尊的身后名声 一毁于一旦啊 陆毅听了 只想 这便等同是答应了 至此 他悬了一夜的心 才落下来 脑海中一时浮现出许多事 险些站立不稳 陆毅轻轻地摇晃 终于允许自己 显露出些许疲惫与脆弱来 复巢之下 安有顽暖 我这条命 如今已是皇上的了 既然如此 不如物尽其用罢 话音刚落 那烛火陡然跳动的猛烈 陆毅心中一动 几乎落泪 他望着那处闪闪跳动的烛火 极费力地挽起一个很小的笑容 伸手拢住了那处火焰 叫他不再为封锁摇动 父亲 今日头七 您回来看看 就往来是去吧 莫要再为一而担忧了 陆毅望着那烛火 淡淡答道 徐次府对陈大人轻言有加 您前途无量 可也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我本就是飘灵之躯 无家无事 死生失有 深恩负尽 又岂有退缩之力 他的语气 仍如一根风中细竹 摇曳着 却不倒 不知是在宽慰陈赞 还是在宽慰着空荡荡的屋子中 被他思念着的 看不见的人 另外 此事万万不可叫徐次府知晓 此时若不出手 徐大人守府之位难成 掩挡于风难灭 但他生性谨慎 必不会同意 你我这一招险棋 陈赞思索良久 似是在做最后权衡 时机到了 该拿出最后的筹码了 陆毅从桌案下 抽出一只泛黄的卷轴 拇指轻轻在那纸页上摩缩 陈大人 我手上现在便有位 下然翻案昭雪的陈情书 陈赞大惊 伸手要接 陆毅轻轻躺开 这是向您证明 我却有行事的能力 可这卷轴不能给您 您忘了 这不是您做的事 年轻的锦衣卫目不转睛 勉力精神 连日忙于筹谋规划 白日奔波 夜不能寐 陈毅的心力早已崩到极致 此时大势有望 突然感到莫大的疲倦与彷徨 但我心匪时 不可转眼 这样的安然与田径 似乎不该出现在这个即将面对 风暴的年轻人身上 陈赞吃惊地注视着他眉眼间的坚毅 不禁唤了一声 雨晨啊 你 祝陆毅只是摇了摇头 打断陈赞心软的规劝 抱拳功身 陈大人既然答应了 便无需多言了 后悔无期 好自珍重 惊吓家门口的那棵枯树 最高的那根枝叉上 生出了一个小小的嫩芽 没人关注这样一个嫩芽 但是陆毅知道 他已经在这棵树下 占了十余个夜晚 他暗自为这颗嫩芽打气 他生不逢时 但陆毅希望 他能挺过即将到来的 萧索秋冬 能发出真正的绿叶来 这样 或许他还能有个念想 他和今夏 曾经站在同一片绿叶下 对于现在的他来说 就永恒得如同是一辈子了 他知道 今晚今夏会去林大夫家抓药 随后盖书 会将他送回来 之前受了严世帆的那一番酷刑 他身子终究还是不大好 气血亏了 只好将养着 日日喝着这些苦汤药 今夏喜甜 最烦这些苦药渣子 那会儿在枫林澳 有陆毅劝着 便是有人心疼 便越发忍不了苦痛 变着法子的等陆毅 想出哄人的办法 即便这样 也不见得心甘情愿地喝 时常趁人不注意 尽数喂给枫林澳的花花草草 再这样 你的身体倒是其次 我的这些草药 怕都是活不过秋天了 林大夫说他 他不听 盖书说他 他也不听 上官西问杨月 原妹发现 今夏还有这样任性的一面 杨月便笑了 说他这是学江太公钓鱼 陆毅总是数落他 平时不爱说话的性子 碰上这事 倒能断断续续地 说上小半个时辰 直说得到了饭点 陆毅才取出 先前去市集买的糕点来 又因为到了饭点 也不让今夏多吃 只掰下一点尝尝甜味 那时 他们之间的一切 还都是体恤下属 尊重上级的名头 原补快有点不好意思 又有点舍不得 大人 这也太劳烦您了 下次就不必破费了 陆毅本已行至门口 又转身解释 不过是早上练功时顺便买的 倒是你要是能乖乖吃药 能省我不少口舌 等陆毅走了 盖书才晃身进来 好丫头 最近的市集里此处 可有二十里地 我看我那孙儿早上 练得怕是轻功吧 圆不快 是知休的 红着脸 闷头吃糕点去了 他仍不爱喝药 听陆毅絮絮叨叨地 说叫半个时辰 只是贪图那一丝丝甜味 想着给一身薄汗的陆大人 递上一碗凉茶 如今 他没有心思祸害那些花草了 汤药热了一遍又一遍 他也不倒 也不喝 只那样僵持着 他心知自己在跟谁赌气 可还是不知道吧 那样还能好受些 陆毅日日都来 日日都见那些煮烂了的苦药渣子 他的心 也随着这些药渣 和生更实的咳嗽 一起破碎了 可他能忍住 在事情没有结局时 他便忍耐着 忍耐着一颗亲近爱人的心 但今天不同 今天便不忍了吧 陆毅想 只当是作别 他特地上街买了一匣子云片糕 又加了银子 主妇伙伙企撒上厚厚的糖粉 放上最大的枣片 仔仔细细地包好 不叫一点糖粉飘洒出来 那小伙计收了银子便热情 特地拿了红纸来包 又见到那小伙子的妻子 从院子里走出来 为爱人的额头擦汗 陆毅看着小伙计手中的麻绳 一圈一圈地缠绕 看得心如刀脚 眼见所有人都欢欢喜喜的 他从中穿梭 没有一份属于他 提着那方红纸包裹的小匣子 走到那熟悉的院子外 那里已经没有人在等候 陆毅远远地站着 看见金夏在帮员大娘收豆腐摊 他轻轻笑着 反反复复地折叠一块纱布 轻柔地像一个规格女儿 抚摸他们的女工 看他这样笑 陆毅却胸中灼痛 几乎落泪 金夏几时这样笑过呢 他本来是那样有力量的女孩 用力地生活 快乐和悲伤都中气十足 像金蟹飞溅的篝火 像飞流直下的瀑布 他原先地举重若轻 只是味道伤心处罢了 陆毅不忍再看 将那一匣子火红的云片膏 挂在院门的铜环上 再走到那棵枣树下 束手掘开一个小坑 将随身携带的一个小匣子 埋入其中 埋到一半 终究不舍 又将那些泥土浮开 把匣子里的东西取出来看 陆毅将那手帕捧在手心 地千百次地抚摸 那个牢不可摧的 女孩的名 女孩的姓 他舍不得 可到时候 若是这手帕被搜出来 定会给金夏和林大夫 招来获释 陆毅把手帕叠好 再一次放入 那个死气沉沉的木匣子中 盖在金夏 退还给陆毅的手绳上 他只看了那条 躺在匣底的手绳一眼 眼中就不由地蓄满泪水 赶紧将盖子合上 把匣子掩埋了 这一根断弦 敬唱他的生离与死别 一夜未眠 帮子响了 丑时四刻 天还暗着 这座府邸逐渐运作起来了 今秋来得早 院子里已激起了落叶 小丝们提着灯笼 三三两两地扫地 厨娘们也已经醒了 在厨房里忙碌 今日十八月十六 岁陆毅要去参加公宴 不用早餐 他们还是要为这陆府上下的几十人 准备吃食 院子里仍有微弱的蝉鸣 陆毅耳利傲人 可凭这叫声听出蝉的数量 他走到窗口 正见到一只将死的秋蝉 摔下树枝 蝉鸣停了片刻 像是在为他们的同伴哀悼 职业的小丝 见陆毅站在窗口 便走过来 公子 可是这蝉扰得您不好休息 小的可遣人拿杆子来沾去 陆毅听着 蝉鸣缓缓地又浮起来了 他摆了摆手 淡淡地说 无妨 秋风速杀 这几只蝉也熬不过今日 陈福已经听见陆毅的声音 即刻从隔壁厢房赶来了 大人 离出发还有半个时辰 再歇息一会儿吧 他怕也是合一而睡 未曾安眠 自从严嵩罢关 严是波被斩 陈福却不见陆毅放松下来 便隐隐知道 大人必然在谋划一桩大忌 他不知其中细节 就成了惊弓之鸟 有些个风吹草动 便赶到陆毅身边 陆毅看了看陈福 见他眼下两抹青涩 滴了滴眉 招手叫他进来 我有几句话 要与你交代一下 陈福被吓住了 他抱拳 有意改了措辞 大人有令 吩咐即可 陆毅瞧了他一眼 只一眼便看穿了陈福的心思 我有事要与你交代 便是有事托付 请你帮忙 不是大人的事 是陆毅的事 可以吗 陈福已是泪眼 哽咽无言 只能点头 陆毅在案前坐下 先取出了一串钥匙 递给陈福 这钥匙可打开我 置于暗示中的六个木箱 里头存着我与父亲入室以来 经手的重要案件的卷宗副本 我进宫后 需你将他们悉数搬出 妥善安置 钥匙则交给陈赞陈大人 你可能做到 陈福应是 将钥匙收下 陆毅又取出一达册子交给他 我已遣散一批家丁和仆人 并遣人送中伯回乡 这里是如今的家仆名册 一会儿你就依照着这名单 给每个人发一些赏银 就说是庆贺中秋 具体数额你看着办 不招是非 又可打点一二 这样便好 陈福听不下去了 他匆匆擦干泪水 半句大人刚脱口而出 便被陈毅抬手打断 第一件是公事 第二件是家事 你于情于理 多少不好拒绝 陈毅起身 轻轻失了一理 这最后一件 是我的私事 我却最希望你不要拒绝 陈福赶紧握住陈毅的双手 浑身站立 默默落泪 半赏才抬起身 点了点头 陈毅看着他的泪水 叹了口气 拍了拍陈福的肩膀 陈福一惊 无措地看着陈毅 后来人们都说 这陈毅 真不愧是陆婷的儿子 那冷酷无情的性子 真是照着锦衣卫的 模字刻出来的 从没有服软犹豫的时候 确实 自陈夫人去世以后 陈家的小公子 再不愿与人亲近 不爱说话 也不爱笑 但陈福自四岁起 便是陈毅的半读与近视 知道这并非陈毅的本心 可他总是忘不掉 陈指挥史的话 这个掌管着锦衣卫的男人 看着他冷着脸 习无语苦读的孩子 不知道是自言自语 还是说给身边 同样年少的陈福 他不爱笑也罢 生性凉薄倒好了 陈婷站在树影中 尚且低矮的陈阿福 看不见他的神色 一而做我的儿子 这一生怕事或比福多 别人都拒他 便少一些人欺他 我也可心安了 那时候的陈阿福 还听不大懂 这其中的无奈与忧愁 可他知道 陈指挥史是极厉害的人 他说的话总是没错的 而陈毅这些年 也真真长得挺拔聪裕 静风难催 一副仙衣怒马 不可寻衅的模样 直到后来 他们遇见了元补快 很快 陈福就知道 陈指挥史的话 也有不准的时候 哪有不愿意融化的冰川呢 都是没能等到 属于他的那一池春水罢了 可即便是尖冰融化 陈毅的温和也游刃有余 像一条向前的河流 他知道自己的力量 陈毅不该是像现在这样 温和但平静 陈福急火攻心 失了方寸 一把攥住陈毅的肩膀 别做傻事 我与你一同进攻 陈毅看着陈福烧红的眼角 知道他多少已经猜到 自己此次进攻凶多吉少 陈毅也不舍 心酸无奈 但还是轻描淡写地笑了 你未被皇上宣赵 如何进得去 况且 你刚还答应帮我的忙 如今就做不得数了 陈毅伸出三根手指 摇了一下 我还有第三件事 要拜托你 陈福咬紧牙关 不肯松手 亦不作声 陈毅没有正开 只继续道 我的这件私事就是 无论如何 我最挂念你与今夏 我与今夏的事 你也知道 他重情重义 我若出事 他难免挂心 可他只是个小小的六扇门捕快 人微言轻 自保尚难 朝堂之事 不是他能撼动的 今夏他性子急 身边的朋友 又多是江湖一霞 不比我们心思稠密 我怕他们行事冲动 阿福 这些事 要请你多照应了 陈福哽咽 好一会儿才喘云了气 双手抱拳 承诺道 知道了 一定护员 补快周全 路易点点头 心中一阵酸涩 但忍住了 他又从案机中 取出一份信函 交给陈福 嘱咐道 若我遭遇不测 请你把这封信件 交给徐静徐大人 他看后自有安排 陈福惊喜 连忙接下信件 仔细收好 还以为这是路易准备的自保之策 路易见他神色 知道这是个误会 却眼眸如星 微微露出一点兄长般的笑意 人人皆知 陈福是他的近视与亲信 路易心知 若他出事 陈福恐难读善其身 为此 路易用一封亲笔信函 禁书陈福与自己的关系 徐静想必能明白 他的话里有话 在此关头 徐静身上万众瞩目 他若真的决意明哲保身 也是意料之中 到时 路易已是腹中斗骑 无力左右他们的任何决定 他只希望 徐静能顾念一二 或可保存福 免遭贬远远数 他刚及惯 少吃些苦 总是好的 路易看着层福 对待那封信 如此小心谨慎 满心以为 那是在关键时刻 能够救路易一命的宝贝 自己却是在骗他 路易不由有些不忍 又不放心 父儿叮嘱 我要你保证 如若徐大人有所安排 你必定言听计从 陈福眼角还挂着泪 双眼亮亮的 露出了几天来 唯一一个算是心快的笑 那是自然 我必能胜任 这眼神中的息迹 简直刺痛了路易 他还是不放心 几乎有些严厉地说 我还要你保证 无论发生什么事 你都不可鲁莽行事 一定要保全自身 此话一出 陈福灯时又怒又悲 方才这些委屈与幽据 此时一股脑的倾泻出来 这叫什么话 难道大人心中我陈福 就是此等苟且偷生之辈 若是大人出事 刀山火海 陈福定万死不辞 这是他从小的玩伴 他的兄弟 他的战友 陆毅默默许久 终于轻叹 你答应了我那么多事 忙都忙不过来呢 怎么叫狗姐偷生 陈福还生着气 一个字一个字 说得都能在地上砸出坑来 可还是听得出哭腔 好 等我办完事 还请大人审查 陆毅看着他 点了点头 现在 这个锦衣卫 又恢复了冰雪 一般冷淡的语气 这冷淡中 夹杂着一丝痛苦 像是雪地上 一串孤零零的脚印 好 现在 去为我背马吧 禅案前 还摆着一副残棋 陆毅曾在这里 与父亲 与蓝青玄侄子对异 现在 他独自一人 久久凝视着这棋盘 仿佛这棋盘上 所摆着的 便是他的前程 早知道 就请兰倒是补一挂了 他最早算准了自己的命数 那棋盘下 藏着那份泛黄的卷轴 陆毅将它取出来 展开 是父亲熟悉的笔记 严挡的罪状 和尚 是惊吓看着自己的那双失望又痛苦的眼睛 陆毅不由想起了几日前 他取回昭雪书的那个夜晚 每次来到这座小小的 安宁的院落 他的心反而都在痛苦中 得到一丝安宁 他总是远远地看着他的身影 这一丁点的温暖 也足以让他留恋 但那一晚 陆毅第一次没有在院子外徘徊 静止进了金夏的房间 走到衣柜前 他知道 金夏一定将那卷轴藏在那里 陆毅驻足良久 才轻声说 冒饭了 在那个夜晚 一个儿子 决心决别青涩 一名臣子 决心决别圣心 一个爱人决心决别爱人 这一切都不容许 他有哪怕一瞬的脆弱 他拉开衣柜 除了补快的工作服 他最爱穿水色的挂子 清清绿绿 其中唯独一件桃色的纱裙 好认得很 陆毅一下子便记起 这是那日在风林 林大夫赠予金夏的一身如群 此间种种苦涩甜蜜 一时叫他心绪烦乱 压得他不得不埋下头 努力平静了好一会儿 才开始翻找 他知道 金夏总是把所有金贵的东西 塞在衣服的夹缝里 还记得在杭州时 他们从倭寇村回来时已经傍晚 金夏在冠义的院落睡着了 陆毅有心去房间里为他找一件披挂 一抖擞 却掉出一地散碎银子来 听到了银两的动静 原补快到一咕噜地爬起来 小鸡灼米四的满地十银两 金夏心疼银子 却不敢跟陆毅发火 只好小声嘟囔 拿自己的银子当暗器也就罢了 我这钱从牙缝里省下来 存了好久呢 真是不当家 不知柴米油盐贵 他声如细闻 陆毅却听得真切 被他这小心思逗乐了 他伸手将人拉起来 轻轻握着他的胳膊 月如银盘 在两人头顶静静高悬 他借着这月色 眼瞅着惊吓的脸 慢慢红了起来 大约是因为挨得劲吧 陆毅想 如此便觉得羞了 吹牛拍马时 到脸部红心不跳的 他把金夏拉得更近一些 你话说得不错 看来 我应当请人来当家做主了 金夏本已心如鼓雷 正想讨饶躲开 听了这话 却眉眼弯弯地笑了 明知顾问道 是吗 卑职便多嘴问一句 陆大人要请谁当家 陆毅听出他 又起了顽心 便松了手 金夏副手肚步 摇头晃脑地拉长了声音说 大人只管开口 卑职必定安前马后 魏大人将此人寻来 陆毅牵住金夏 将人扮拢在怀里 不必劳烦援补快了 我已寻着了 他已寻着的 他已经弄丢了 陆毅苦笑 将卷轴抽出来 他果然被藏在那件 桃色的衣服 夹层之中 这抹桃色的一头牵着他下家的过往 一头又牵着他 曾为陆毅送出去的半条命 在这里 藏放这位下家招雪的文书 再合适不过了 他正欲斩卷 有什么东西掉了出来 陆毅一抄手 已将那物件抓在手中 是那簪子 或许至今 他还以为 这是岑校尉随手送他的 金丝盘成的花在他的眼下 默默地开 点脆的碧蓝燕子 在他的掌心静静地飞 他甚至不敢拢起手掌 怕会捏碎什么 看不见的珍贵的东西 那一天 陆毅松开了他的手 他知道 经此一别 他再不能再牵起这双手了 这双手 于公于私 都有必须要去握住的东西 陆毅轻轻拂去 自己不知什么时候落下的一滴眼泪 仿佛听见蓝清玄 祝他和今夏百年好合 又听见他说 有无相声 难以相承 他懂了 这就是他的命数 无而有 有而无 他必须握住的这样东西上 写着两个字 不是安稳 不是大局 不是路易 不是金下 而是这公允二字 有这公允 才有一切 银时一刻 远方隐约透露出一丝雨赌白 月亮悄悄隐去 那风招雪书的卷轴正抵在他的肋骨上 路易抬起头 静静凝视着空荡荡的夜空 真好 他想 至少不用在这时候望一轮满月 月有阴晴圆缺 可月亮就在那里 亘古不变 如明镜高悬 长街上空无一人 只有灵星几个花农 在搬运盛开的金菊 宫中已数年 未有如此大雁 户部的官员们心思玲珑 特意拨了钱 筹备这十里留金 一个大眼睛的小女孩 躲在繁花丝锦后 偷偷地将花丝包下来冲击 她的腹脖或是兄长 是瘦骨临巡的花农 在夜风中置着薄衫 见女孩偷吃公花 又不舍得责骂 只把孩子压得低一些 藏得好一些 路易捏紧缰绳 她这双手 曾下棋 也曾弹琴 曾提刀持剑 也曾接住桃花 曾被一双大手握着席字 也曾被一双小手握住取暖 这双手 接过升迁风赏的圣旨 也接过能击垮严党的风水 堪于图 她一直想做好一个儿子 一个知己 一位名臣 一名丈夫 而今日 她是一缕即将被点燃的隐信 此前 为人子 未尽孝道 为人友 不能相救 为人臣 不敬圣上 求取亲 不守诺言 此后 为身边人 为天下人 为这大明的江山 她也在做不了什么 如此 便做这一回 不忠 不义 不孝之人吧 路易深吸了一口气 沿着这精英 扑就的长街 向深宫走去 请不吝点赞 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